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西竹师傅 你少林子是中原的武林泰斗 果然名不虚传啊 大家不必惊慌 山峰是死路 我们只要守住下面 不让他逃脱便是 将东西南北四个山路 给我守住 再派十名好手来回撤影 务必将他一举亲祸 李宗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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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 要往哪儿跑啊 胆小鬼 只想你逃命 我要是你 羞也羞死 没人追来啊 唤听了吗 男子汉大丈夫下证这个样子 真是蠢 你这个小胡上说你笨 你还真是笨哪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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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来的这位 看来是个高手 小姑娘 看来咱俩今天 是在劫难逃了 既然害怕 就不应该逞英雄救人 小僧是看那敌人 要加害一个小小的女童 小僧 小僧不能见死不救啊 虽然 是有些自不量力 但 但小僧绝无 绝无逞英雄之心 做事自不量力 便是有苦都知了 是 是 前辈教训得是 但 敌人太多 小僧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小僧 小僧就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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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了 这山峰是条绝路 他们把山下守住了 你如何逃得出去 我 我还没有想好呢 前辈慈悲 请指条明路吧 既然如此 你快放我下来 前 前辈 您在何处啊 我 我怎么放您下来啊 臭和尚 快放我下来 我在你背后的布袋之中 小姑娘 原来是你啊 你的声音 怎么如此奇怪啊 见了长辈也不行礼 这般没有规矩 小姑娘 你 你 什么小姑娘 大姑娘 我是你姥姥 小姑娘 你一定是刚才惊吓过度了 小姑娘 你怎么可以随意动手呢 小小年纪 是不可以如此无礼的 你 算了 你看 我们现在身处险境 这样 你还是回到袋子里面去 我们离开这里 一会儿他们 就要追上来了 你这枚齐包指挥 是从哪里偷来的 偷 小姑娘 你怎么能说我是偷呢 我是一个出家的僧人 我严守戒律 我怎敢偷道忘取呢 这 这真的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不是偷的 胡说八道 你既是少林弟子 人家怎会将七宝纸还给你 你若不从事说来 我抽你的筋 剥你的皮 让你受尽百般苦楚 小姑娘 你又打我 你法名叫虚竹 林玄慧虚 你是少林派中第三十七代弟子 玄慈玄卑 玄苦玄难 这些小和尚都是你的师祖 我问你 是便是 无事便不是 怎的不答 你说得都对 但是 你称本四方丈 为小和尚 是不是有点太无理了 怎么不是小和尚 我和他师父 林门大师 平辈论交 叫声小和尚 有什么过不过的 林门大师 乃我少林寺第三十四代弟子当中 杰出的高僧 你与他平辈论交 那你是 刚才 你口口声声称我前辈 倒也恭敬有礼 怎么忽然 又你呀你呀的起来了 若不是念在你相救有功 姥姥早就会找 送你的狗命 小僧刚才无礼了 既然前辈 想让小僧成为姥姥 那小僧称姥姥便是 这才是 坐下吧 是 我先问你 你这枚七宝纸环 是哪里得来的 是一位老先生给我的 当时我不想要 可是当时老先生命在垂危 不由的我 他怎么会命在垂危 嗯 他死了吗 你先说 那老先生是怎么样的像吗 那位老先生虚长三尺 面如冠玉 品貌极为俊雅 那他怎么会命在垂危 臭和尚 乌鸦子一身武功 他不散功 怎么死得了 一个人要死哪有那么容易 嗯 姥姥 什么叫散功啊 一个人要想死 不是很容易的吗 哪有什么难的呀 你是在哪里遇见乌鸦子的 您是说那位老先生 聪便先生 苏星河的师父 自然是 哼 你连那人的名字也不知道 居然撒谎 说他将七宝纸环给了你 真是无耻至极 姥姥 那是在一个山峰上 我无意间破了一个叫 真龙棋菊 然后再见到了先生他 胡说八道 那真龙棋菊 数十年来难倒了多少有志之士 你还没想到 蠢的如牛的小和尚也剪得开 你若是再敢 我会客气了 哼 若是凭小僧自己的能力 自然是解不开的 但当时 势如其虎 有人被困棋菊当中 小僧只是想救人而已 就胡乱地下了一下 岂之误打误撞 小僧随意舔色的一枚棋子 居然打开了棋菊 后来又进高人指点便解开了 谁知 尹小僧 当时的胡乱忘形 造成了后来的诸多罪业 真是罪过罪过 阿弥陀佛 这般说 倒也有几分道理 这边 给我追 快 他们人来了 来了 快 你这样跑 他们不多时又要跟上我 少数飞行方能脱身 小和尚 我瞧你的内力不弱 不妨试试 好 我这就试试 小姑娘 小姑娘 你没事吧 小僧武功太差了 又愚笨得紧 不成 非不成了 你宁可自己受伤也不敢压我 总算对姥姥恭敬有礼 姥姥一来要利用你 二来 嘉奖后辈 便传你一首飞月之术 你听好了 好 上月之时 双膝微躯 提气丹田 待绝真气上升 便需放松肌骨 存享预诊学间 空中转折时 要轻轻提气 不得全然放松 你以我这法子再跳上去吧 要不我让自己去飞飞试试 别到时候摔了一跤 又把你摔疼了 老龙教你的本事 难道还有错的 是什么鬼东西 你再敢摔一跤我 立即杀了你 好 好 好 快 行了 下来吧 下来吧 小心虚竹 多谢姥姥传授之恩 没出息的小和尚 只学到这点粗浅微末的功夫 便这般欢喜 是的 姥姥 小僧眼界确实浅薄 不过姥姥所传授功夫 确实大有用处 你居然一点变痛 可见姥姥法眼无花 小和尚身上的内功 并非少林一派 你这功夫到底跟谁学的 怎么小小年纪 内功底子如此深厚 回姥姥的话 是乌鸦子老先生 在临死之时 将他七十余年的功力 硬生生逼到小僧体内的 如此说来 乌鸦子 果然是将逍遥派掌门之位 传给你了 姥姥也知道逍遥派 我怎么不知道逍遥派 姥姥知道逍遥派之时 乌鸦子还不知道呢 你说解开那个真龙 第一次如何下法 说给我听听 是 天意 天意 天下又有谁想得到 这仙杀自身 再攻敌人的怪法 既如此 乌鸦子是你师父了 你怎的不称师父 却叫什么老先生 因为我是少林弟子 所以不能改投他派 你是决意不愿做 逍遥派掌门人了 万万不愿 那也容易 你将七宝纸还送给我 我带你做逍遥派掌门人 如何 那正是求知不得 你说乌鸦子有一幅图给你 叫你到大理无量山去寻人 寻纳北冥神宫 是的 那幅图呢 在我这儿 他 他要这剑壁传你武功 他临死之时 竟仍是念念不忘这剑壁 将他画得这般好看 怎么 你可惜吗 自然啊 这么好的话 弄脏了自然是可惜的呀 这剑壁是谁 乌鸦子这小贼有没有跟你说 姥姥 既然乌鸦子老先生 与你有缘 为何又变成了小贼呢 小贼痴心妄想 难道这剑壁过了几十年 仍是这等容吗 就算当年他又哪有这般好看 给我 给我 不 这是乌鸦子老先生的遗物 我要保存好它 我不能让你这样 扔来扔去的 没良心的小贼 不要脸的臭剑壁 你饿了吗 嗯 小贼 不会有什么摘食可以吃吧 怎么没有 这山上最多竹鸡 也有梅花鹿和羚羊 我来教你一门平地快跑的清宫 再教你鸡秦阳之法 姥姥是让我杀生吗 不可以 我是出家的僧人 我应该严守清规戒律的 你不肯杀鸡杀鹿 去愿杀人 岂不是罪大恶极 我 我何时想要杀人了 我 罪过罪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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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太阳到了头顶 我若不喝生血 非死不可 姥姥 为何不喝生血 就会死啊 我有个古怪毛病 每日中午倘若不喝生血 全身真气沸腾 自己便会活活烧死 临死时 狂信大发 对你大大不利 不行 不可以 我是出家的僧人 就应该严守清规戒律 不应该杀生 你如不去捉鸡捉鹿给我吃 便需学释迦牟尼的饱药 比自身血肉跟我吃喝 否则便不是佛门弟子 我吃了你这条手臂 也可挨得一日之鸡 也可挨得一日之鸡 我背你吧 追上来的那五个人 第一个是不平道人 第二个是吴老大 另外三个武功习松平常 停停停 啊 怎么了姥姥 我将你几守本领 你先将不平道人给收拾了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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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将他打倒 令他不得害人 那并非杀生不算破剑 啊 对对对 呃 但是姥姥 我咋不过他呀 蠢才蠢才 薇鸭子是苏星河和丁春秋二人的师父 他将七十多年的功力全都传给了你 不凭道人 吴老大之辈 如何能与你相比 你只是蠢得厉害 不会运用而已 福尔过来 念给我看 啊 啊 愚蠢 乌鸦子选了你来做武功传人 当真是瞎了眼了 真不知道乌鸦子是怎么挑的 小和尚 跑得还挺快呀 照我说的做 以法师为 不得有误 小和尚 老王 她有刀 老王 老老 这个拿到的 怎么对付啊 你没教我 臭和尚 有都你给我下来 给我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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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器的东西 我老人家教了你功夫 却两次都错了 是是是 这边 给我追 他们又来了 还不快背我上树 好 好 老王 这可怎么办啊 你将丹田中的真器 运到尖头锯骨驴 再送到手肘天井驴 再到手腕羊池驴 再到手腕羊池驴 再羊祸羊骨 羊池三驴中 连转三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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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好 老老 成了 成了 老老 下去看看 好 好 阿弥陀佛 好 你看什么 你看什么 他们都死了 你把他们都打死了 我吸他的血质病 有什么不可以 你说什么 我打死的吗 死的不能再死了 难道还有假的 是我 是我用这松球 打入了人的脑袋里 是 是松球又轻又软 他怎么能打到人的脑壳里去啊 随和尚 还在那儿 假慈悲 不是你 又是谁 是我 是我 阿弥陀佛 我身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吴先生 你解脱时光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你看我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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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把你走 我看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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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球居然如此的霸道厉害 吴先生 您说 这个松球会不会不寻常呢 有什么不同呢 你你你你你 你放下 这松球有何一种不同 你杀了人 也没必要说风量话 你竟然已经炼成了北冥神宫 我凶不得既不如人 杀了我死而入汗 北冥神宫 是什么 今天当真是便宜了小和尚 姥姥这北冥神宫本是不传之命 可是你心怀志愁 却是甘愿为姥姥舍命 你符合我传宫的规矩 你不想要不要 我凶不得既不下救他信命 你我 我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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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转熊蛇丸 专制金创外伤 还魂续命 灵验无比 一来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却得给你点好处 二来日后 还有用得找你之处 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一心要追杀你 我对你可没了好心 你倒是光明磊落 不是为一条汉子 小和尚 你去哪儿啊 小僧不敢冒犯 冒犯 什么冒犯 姥姥现如今已经是个大 是一个大姑娘了 不再是个小姑娘 男女授受不亲 出家的僧人更是如此 你这个小和尚净胡说八道 姥姥都九十六了 你背我一下有什么打紧 我想让我整理一下 你这个小和尚 简直迂腐至极 半点也无缘通之夜 这一生想学到上乘功夫 实在是难 师姐说什么难 你在这里好自在 小和尚 快 背我上山峰 姥姥 可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还没 什么疑问 快走 走了 吴老大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师姐 你到老还是这脾气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你总是勉强 打打骂骂的 有什么意思 小梅劝你还是有理一些的好 小和尚 快走 这贱人 又不利于我 姥姥 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别着了她的道 理着贱力越远越好 将来姥姥 必不忘你的好处 告辞 我们多年未见 怎么这次见面 你非但不高兴 反而要匆匆离去 小梅算到这几日 正是你返老还童的大喜日子 你有听说 你收了不少妖魔鬼怪 预防他们趁机造反 所以我亲到飘渺风 灵鹫宫找你 想助你一臂之力 抵御外魔 可是我却四处寻不到你 你算准了我散弃桓公之日 摸上这飘渺风来 又能安什么好戏 只不过你算不到 鬼使神差的 竟会有人背我上这山峰来 你扑了个空 好生失望 是不是啊 李秋水 今日虽然让你寻到了 不过也是晚了些时日 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你想盗我一身神功 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师姐 你说的是哪里话 小妹子分别以后 每日都很挂念 自数年前我们心生误会 每次见面 师姐总是不问情有的 责怪于我 小妹是怕惹师姐生气 所以不敢前来拜访 好 李秋水 事到如今 你还花言巧语地哄骗我 又有何用呢 瞧瞧 这是什么 掌门七宝指环 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自然是她给我的 你又何必明知故恩呢 李秋水 我命你速速跪下 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怎么会 她怎么会把戒指给你 这多半是你偷的 要不然就是你抢的 是不是你陷害了她 偷的这个七宝指环 李秋水 你这是要违抗掌门人的命令吗 老郎 老郎 前辈 都是同门师姐妹 为何下手如此狠毒呢 你 你 师姐 你怎生害她 还是跟小妹说了吧 小妹跟你情深义重 绝不会过分令你难堪 前辈 不要误会 乌鸦子老先生 绝对不是同老所害 我是少林寺的和尚 我从来不打狂语 我不骗人的 你要相信我 且问大师如何称获 怎知我师兄姓名 阿弥陀佛 大师不敢当 小僧虚竹是少林寺 小和尚 前辈 小僧与前辈 肃无瓜葛 怎么连我 你也 小师傅是少林高僧 我不过试试你的功力 听闻少林派武功高强 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 前辈 我是少林寺 最没有出息的和尚 你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物 小和尚 剑日 你这个剑日 师姐 小妹想得你好苦 总算老天爷有眼 让我再见呢 师姐 你从前对我种种的好 小妹可都记着呢 没《寅恮》 秦人 头 grey 师姐妹啊 下这么狠的手 你亲手不辱 我禽兽不如 许多年前 有人用剑把我的脸 划成这般样子 少林寺的大法师 你说我该不该报仇 这 这 这是同 同啊 弄的吗 你自己弄的 不错 他的脸 是我画画的 当时我练功又成 二十六岁那年 本可发身长大 从此与常人无异 都是这个贱人 安家陷害 使我走火入魔 你说这招 改报 改报不改报 千辈 倘若同老此话非假 还是你作恶在先的 你不能怪同老的 今日落在你手中 也无话可说 只是这小和尚 是他的忘年之交 你若是敢动他 他绝技不会放过你 师姐 你又何须骗我 如果今日他尚在云间 这七宝纸槐又怎会落到你的手里 我跟小和尚无仇 又不想与少林寺结下梁子 我自然不会伤他 师姐 妹妹这里有两颗九转熊蛇丸 姐姐你还是吃了吧 否则姐姐腿上血流不止 让别人看见了 到时候我们姐妹俩太婆吗 女儿杀我 快快动手 要是让我服下这断金服骨丸 听有你的侮辱和计讽 小小 小妹对姐姐如此关心 姐姐你总是会错意 姐姐腿上流袖过多 对身体自然是大有爱的 姐姐 你还是吃了吧 所和尚 快快在姥姥天灵盖上猛击一掌 送姥姥贵心 不 不可以姥姥 小师傅累了 要在地上多睡一会 师姐 你现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被她瞧见了 岂不是不雅 好好的一个美人 变成了半边高半边低的歪尖美人 岂不是大为遗憾 也罢 那小妹就送福送到心 成全 你 你好狠的 今成啊 你好狠的 谁 那可是中原第一风流浪子 粉面郎君武攀安 你想不想见 什么粉面郎君武攀安 多半是背着你逃跑的 那个丑八怪小和尚 孟郎 人家把你这个风流俊俏的少年郎 说成是丑八怪小和尚 真是笑死我了 孟郎 你不用新疆 过几日 你便可以和你的孟姑相见 她为了你茶饭不思 坐立不安 你想她不想啊 想 想 果真是个多情的少年郎 孟郎 你上来 让我瞧瞧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 是何等人物 想见她 没那么容易 不好了 是我身上有伤 我要去助她的 不好了 是我身上有伤 我要去助她的 师伯 师伯 师母 师母 师叔 你把师母给打死了 师叔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他是你师姐 死了 师姐 你当真死了吗 我这一生在你手下吃了不少的苦 现在我还有点不相信你 你想干什么 他都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还要动他的遗体呢 臭八怪小和尚 你还自称什么中原第一风流浪子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他没错 他都没有杀 那是什么 我还要好 他都没有杀 他还要下来 他还要下来 他都没有杀 他只要是他的 我还要下来 他还要下来 然后拿下来 我还要下来 师父 原来你没有死啊 幸好有你拦着 没有打烂我的尸身 不然可真是死痛了 贱人 我终究还是抢你一头 师姐 还是老天爷有意 终究让你死在了我的前面 我便要让你 死在我前面 吓死你 师父 师伯 你们不要再打了 都是同门师姐妹 何必要这样呢 师叔 师伯 有什么事 咱们可以坐下来静静地说呀 何必要动手呢 别再打了 师叔 师伯 别打了 这就对了 有什么事 大家都可以好说好聊的嘛 没有必要非要动手的 对不对 小和尚 你过来 我过不去啊 我被点着呢 那你听着 千万不要运功底 负责就是自寻死路 哦 店主要的 你过来 看的 你不得了 快一点 你不得了 我都在说 好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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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很想 你不得了 是 史伯 史伯 史初 史初 我还是先把你们叫出去再说吧 可算是逃出来了 把你们两个分开放 就应该不会再打起来了 跪下 跪下 整个灵鹫宫 已经建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你们这帮丫头就别死撑了 别以为不说出生死符解药的所在 我们便舍不得痛下杀手 更别指望童老 还能回来救你们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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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水 跪下 把童老大卸八块 拷尸山谷 我随便捡了一口 你们看看 是真还是假 快 跪下 四眼不匙 四眼不一口 真是真是假 真是假 好本来 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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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老 致上 来 生死符 生死符 圣死符发作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啊 这个 是圣死符 圣死符催命来的 哥哥 你先静一静 别慌 我听你点穴道 专门在小麻医治行不行 哥 王姑娘 你精通天下武学 可有法子救他一救吗 这人如此发了狂乱状 又没有使出什么武功招数 我即便想救 也没有办法 童老已死 只要你们将生死符的解药 浇出来了 你们放心 谁也不会为难你们的 不是我不肯说 实在 实在是谁也不知道啊 尊主形势向来隐秘 怎么会让我们 这些奴婢看见 我看你们是找死啊 你们这些臭丫头 我打死你那狗丫头 来 你 你 你 是谁 谁会赢好事 是 宋 宋求 童 童老 童 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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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童老来了 童老在活着 在哪儿呢 郡主 童老在哪儿 郡主 在哪儿呢 这儿 在哪儿呢 这人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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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童主 就是啊 他能把这些人 都给盯住了 快 快去接引 八部姐妹们过来 可他们决已死亡 是 多谢公子相救 这人多愧救了 把他们给救了 哥 哥 弟弟 弟啊 你 你怎么了 没事 谁把你打成这个模样 你告诉哥哥 哥哥替你报仇血汗 没事 你好了就行了 小 和尚 童 童 童老 他 他 他现在在 在什么地方 是谁啊 童老前辈 并没有被大邪把怪 我现在也不是小和尚了 啊 你是谁啊 吴老大 这童老到底死没死啊 各位 在下名叫虚竹 童老他老人家 确实是已经先世了 我知道 大家都是他从前的部下 跟他有一些恩怨 但是 人已经先去了 不在了 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 去瞻仰一下童老前辈的遗容 然后在他的灵前 给他扣一个头 然后种种恩怨 咱们一笔勾销 好不好 臭小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胆敢要咱们 在这老贼婆的灵前磕头 老贼婆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死在他师妹 李秋水手里 童老前辈 他确实 是死于李秋水前辈手下 想他童老前辈生前武功盖世 也难逃这化为黄土的命运 小和尚 通老临死的时候 你是否在他身边呢 在啊 这几个月我都在他的身边 那 那破解生死不能保绝呢 保绝 吴先生 你干吗 羊 羊 羊 你干吗 你干吗 啊 许多说 你有什么 想想看 这不是王姑娘吗 这不是王姑娘吗 那是王姑娘 这不是谁呀 那是谁呀 这是王姑娘 是是小和尚 带着姑娘的话 表妹 小和尚 童老临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 你要知道她说什么干吗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就说 她说了什么 好 童老她 在临死前她是 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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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没了 还说什么不是她 童老死寿 到底还说了什么 这老贼婆 老前辈 我可警告你 童老她老人家 已经先是 你对她要尊重 否则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啊 不客气 我看你是活逆了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我云刀主的厉害 拉好了 是卓不凡 卓不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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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童老在临死之时 除了说不是她 和哈哈大笑三声之外 还说了什么 他说 梦中的姑娘 想见不想见 我心无挂念 便可指点你 去寻那梦中姑娘的图景 小兄弟 童老到底对你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姓卓的非但不会为难你 还有大大的好处给你 卓先生 不能说 不能说 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你说的 为什么不能说 卓先辈 这句话是和我一个人有关系 和你们诸位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们 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们 你的事 这句话是和她的 它才能做 我和他们去 你 Presto 想了解 自己 不能有关系 这些人 他呀你会说 你们是们的 和他们 这些人 你会说 那么多好你 是你最多的 你不会有关系 你会说 他对得来 我说 所以你会说 这一手周弓箭乃是福建建阳 依字会剑门的绝技 这位卓老先生 想必是依字会剑门的高手奇素 姑娘好眼力 居然认得出老朽的剑招与门牌 小兄弟 你将童老的遗言告诉我一个人 我这几招剑法便传了给你 卓不凡 你什么意思 你想独吞生死符的秘密 挟持我等 就是 小子 童老到底给你留了什么遗言 你老实地告诉我 如若不然 让我们这些人把你乱刀分尸 那滋味可就不好受了 小兄弟你冒怕 童老的遗言 你只需要跟我一个人说 倘若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这剑法便不能传理 童老前辈 这句话我真的不能跟你们说 你们就算打死我 我也说不了这句话 另外 童老前辈 您的剑法真的是卓越超群的 但是在下不想学 好小子有骨气 他的剑法学类没什么用 大家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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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本是少林寺的弟子 我不能学他派武功的 我已经学了两门了 我就更不能学别人的武功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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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兄弟 你的心事 我全明白 不 老前辈 我自己来 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嘛 只可惜 有人从中作梗 你要想趁心如意 却也不易 这样吧 由老夫一例主持 将这位姑娘 配了给你做妻房 今晚便在这灵鹫宫中 洞房 王姑娘小心 当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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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不 公子 王姑娘 我要死了 祝你和慕容公子 举暗击眉 拜兜偕老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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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你别这么说 有我没事的 你为了我 想爱你 王姑娘 王姑娘 你是为了我才流泪吗 王姑娘 我段雨此生能得如此 就算 就算再让她炸我几十件 几百件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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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别把 我马上就要死了 方姑娘 方姑娘 你死不了啊 王姑娘 你也不用太过伤心 段公子这伤 三四天就能好了 你说真的吗 他死不了 三四天就好了 连药都不用敷 臭小子 你找死 再来 好 太厉害了 是 人主困了 打不过就是 可不是吗 山诺冬手 躲避反哪 太厉害了 若狂藏龙谴 这不是太厉害了 人主困了 打不过就是 主席 主位 此人与同老关系匪浅 断不可让他逃了 大家先一起上 将人擒住 再做打算 好 主席 此人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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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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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给你 杀了你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快点 快点 你 用来 你 好 阿 呀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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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糟了 出手出众了 老前辈 不好意思 把奸还给您 我卓不烦 终日打鹰 不像今日被鹰卓瞎了眼 小兄弟 果然身手不烦 老前辈 佩服 佩服 后会有期 站住 灵鹫宫是什么地方 容得你想来就来 想走便走吗 老前辈 童姥姥坐下似氏璧 参见徐竹先生 势必迎接来迟 还请主人恕罪 快快免礼 快起来 快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不敢 不敢 谢主人 主人 婢子四姐妹一胎孪生 同姥姥给婢子取名为梅剑 这三位分别是蓝剑 竹剑 橘剑 是才遇到各部姐妹 得知诸般情况 现下婢子已将大门关上 这些大胆作反的奴才 该如何处置 还请主人发落 生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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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生死服要皇后 生死命皇后 俊姥 这可怎么办呢 生死了 这不叫你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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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受我 俊姥 你看 这不叫你生死 他生死服又来了 他给你闭住 没事 没事吧 我好了 我好了 没事了 我不在乡 哈大坝这条命 是您老人家给的 此后待有所命 赴他蹈火再所不辞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多谢姑 gib 启 真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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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下 安静 你们捡了吧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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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那么捡了吧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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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小心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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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听我说 我会治生死活 只要你们告诉我 种在哪个穴位上 告诉我 我会一一为你们诊治的 好吗 好好好 我都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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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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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伙儿听我说 各位安静安静 你们这般嚷嚷 徐朱先生不知道怎么开始 对对对 徐朱先生 来这儿说 来 各位 在下不才 承蒙同老前辈 传授了这破解生死符的法门 只要是知道 种在哪个穴位上的 我都能一一诊治 这不知道 种在哪个穴位上的话 在下辨认穴位的方法 还是尚为肤浅的 但是 只要你们不着急 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找到方法 直到给你们治好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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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兄弟 别来可好 可想煞小弟了 别来无恙 一言难尽 万幸 你我都安好 乔风乃是气单人 人人得而诛之 今日可不能再让他活着 走向这少石山去 对 别来 别来 我们一起煞了他 不然 别来 人来了 就别煞他了 别煞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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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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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 实局恶劣 只怕 我们两兄弟 难再多续 你先退开吧 山高水长带 咱们后会有期 大哥 兄弟自当有福通下 有难同当 今日大哥有难 小弟焉能苟且偷生 肖大侠与我与小女有恩 难辰 我会设法冲入人群 助他脱险 是 可是对方人多势众 主公又有何妙色脱善 大丈夫恩怨分明 当敬礼而为 以死相报 乔峰 申负我玄苦师兄命案 罗汉堂弟子 把守下山的各主要路口 此次不掉他清楚 绝不容他在下 少世山 是 公子爷 今日各路群雄 齐聚在少世山 你看 我们是帮的少林 还是帮的丐帮呢 我看那丐帮的 什么帮主装俱贤 只是个小人 远不及萧峰豪侠仗义 既然拜那个丁老贼为师 真的不知羞耻 要不然 我们就相助那少林 灭一灭那小子的威风 让那丁老贼 也知道我们的厉害 公子爷意下如何 是吧 各位兄长 我们以父兴为第一要务 岂可居于个人的寺院 萧峰杀师杀父 乃中原武林之功底 我慕容父 又岂能视而不见呢 倩德祖 萧峰 你是忌惮英雄 我慕容父 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 便是死在萧峰掌下 也算是为中原英好 尽了一份薄力 虽此犹荣 慕容兄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我大哥与你远日无烟 近日无仇 当时大家都怀疑你的时候 也曾为你分辨 你又何必趁人之危呢 段兄想做打抱不平的 英雄好汉的话 一并上来赐教便是 我又有何本事赐教于你啊 不过是说句公道话罢了 姓萧的 我看在你年轻 让你几招 现在开始 我不让你了啊 姓萧的 杀父之仇不共代替 今世咱们便来做个了断吧 你们三个 一起上吧 鳄 这谁啊这个是 鳄 한�inh 就是 我 你 谁 快跑 太大人想破了 拿手来 众位兄弟 这位是大力段公子 我的杰义兄弟 今日我们身陷重围之中 寡不敌众 势难脱身 用生死与共 生也罢 死也罢 咱们痛痛快快地和他一场 好 今日必须与大哥 好好地和上一场 大哥 三弟 二哥 三弟 大哥 你们喝酒为什么不叫啊 这喝啥是 大哥 此人便是我的结拜二哥 他出家之时 法号叫做虚竹 我和他结拜的时候 把大哥也一并结拜在内了 二哥 还不赶紧拜见大哥 虚竹 拜见大哥 我这兄弟做事有些痴情 竟将我也结拜在内了 来 快起来 此刻情势凶险 生死就在清客 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 定是忠义轻兄的好汉子 能结交此英雄好汉 不枉了 来 这十八名气单勇士 对我忠心耿耿 平时相处如手足 今日 咱们大喝一场 走 喝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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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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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春秋就交给我吧 我跟他有好多张要算 丁春秋 今日我要为我逍遥一派的师父 师兄 还有我少林寺的同门师兄弟们 还有我太师叔 玄难大师 报仇 来 想不到二弟的武功 如此了得 离开 来走 快 大哥 十八旗听令 保护段公子 是 是 不能 拼拼 以后 作词 自己 哦 然后 一距 好 好 推 走 我的天啊 大地狐辟 人头打大 人意真是 人的狗狗老线 大地狐辟 人头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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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狼狗老线 我口口声声说 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 尸到灵头去躲在这里受人保护 算什么匿迹 左右是个死 打个二哥如此英雄了得 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 我 新秀老妾 发力无边 新秀老妾 发力无边 山头跑大 为阵殿下 混蛋 神儿发 神儿发 凡婆婆 你们怎么来了 启禀主人 属下收到梅兰竹菊 四位姑娘传书 得知少林寺和尚 要为难主人 便知悔 各不精锐 前来营救 幸好主人无恙 属下不胜之喜 于婆婆 我可是少林寺弟子 你的言语不得无理的 是 属下知罪 结诈 凌 暴 暴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 要死要活 死有什么好 当然是活着有滋味了 别伤我师父 打他入洞 打我冤枉 别啊 凶伤我儿 表哥小心 大理断是一样 你不可轻敌 凶伤我爹 是 就位 这是这招 是六百神经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公子接动 公子 盖帮向来以人侠为先 你身为一帮之主 竟与这些新宿派的妖人 同流合目 辱墨了盖帮数百年侠义的美名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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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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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赶紧给他几片生死符 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渔婆 要咒生死符 得要些酒水吧 妙吉 妙吉 掌门师叔 快杀了丁春秋 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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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羊死了 羊死了 休息老怪 赶紧交出解药 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符 掌门师叔 快动手啊 师门之仇焉可不报 师叔 羊死了 取解药又解 余婆婆 你看她 怕她现在这个样子 也拿不了解药 要不我们先把制药丸给她吧 好吗 这半粒解药可以解你三日之晚 三日之后 奇痒复发 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 就要看你乖不乖了 解药 解药 红的是外涂的啊 白的是内閥 不打的